在如此炎熱的天氣之下 我們想跟大家分享一條比較輕鬆的郊遊路 這次YY跟了喬巴和幾位叔叔去郊遊一下 放慢腳步去印上俗稱港版輕井澤的樓瑞向瑞堂 這次在粉嶺小巴站出發 自住的位置就是港鐵站 將會乘坐52號B的小巴去鶴兜流水響 在八仙嶺郊野公園的迴旋處下車 除了小巴之外還可以乘巴士來 由迴旋處一直走過來 沿著流水響到流水響水堂 又是時候介紹一下這次走的路線 沿著流水響到流水響水堂 再去流水響郊遊景 跟著沿著河豆水堂下山 全程大概接近7公里左右 走前多一點就會有個分叉路口位置 轉右邊去流水響水堂 剛剛從流水響到日直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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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就是洗手間 流水響到日直走過來 流水響水堂除了被稱為天空置鏡之外 更加被譽為有港版輕井窄 因此成為了港人假日郊遊的好選擇 亦都是因為疫情影響 又不能去外國旅行 假日帶小朋友來郊遊一下 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前面有一個分叉路口位 可以靠左邊走 由這條樓梯級直走 直接可以接回流水響道 亦都可以看一看左邊 左邊就是剛剛洗手間的位置 現在就繼續沿著流水響交遊徑方向一路直走 因為流水響交遊徑是一條循環的路線 所以起點和終點都是同一個位置 卡巴就沿著右邊的入口向前走 沿路的路況都是一些碩士的路 又平又寬敞 亦都很難怪每逢假日 這裡都人頭湧湧 這個位置就是流水響水堂打卡的熱點位 去到這個分叉路口位的位置 就繼續向前走 翻查一些資料 原來流水響水堂 建築於上世紀的60年代 去到這個觀景台 記得停下來拍照 因為可以看到對岸的景色 而流水響水堂整體的面積都不算很大 當時主要是負責農地灌鈣的用途 現在香港的農業已經食味 所以流水響水堂已經漸漸成為交遊的好去處 來到流水橋之後 就繼續沿著流水橋進去流水響水堂 暫時離開了流水響郊遊徑的範圍 帶大家去另一個角度去欣賞流水響水堂 這些這麼漂亮的樹 它們的名字叫做落雨蟲 非常整齊地排列在水堂旁邊 每年大概12月至1月左右 流水響水堂旁邊的落雨蟲 就會變成熊葉 幼魚置身在日本之竹 今天天陰陰而且又大風 所以都不能夠欣賞到流水響水堂 湖面倒影優美的景色 現在離開流水響水堂 原路回到流水橋的分岔路口位置 靠左邊的小路離開 回來流水橋這個位置之後 稍後就會轉右邊直行 現在接回到流水響郊遊徑 而前面這條古橋也有名字 叫做龍山橋 至於流水響郊遊徑 是一條循環的路段 起點和終點都是設在流水響水堂 剛剛卡巴經過的時候 也有指出起點和終點都是同一個位置 可惜流水響郊遊徑並不是繞著水堂而行的一條路段 如果大家只想去流水響打卡的話 打完卡就可以沿路自返 現在來到C2208的標距柱 而旁邊這個燒烤場面積都是非常之大 但也是很可惜的 因為疫情的影響 都是暫停了開放被公眾來燒烤的 而這個範圍就是流水響營地 其實離開了水堂之後 除了剛剛的流水響營地之外 現在沿途也是有樹蔭的 所以夏天選擇這條路段來行 都是一個很合適的選擇 來到C2207的標距柱 在C2207向前走多300米左右 就會去到一個叫吉仔山坳的位置 來到吉仔山坳 然後就會沿著綠色箭咀的位置 繼續向前走 一直沿著車路走 路況大致上都相同 來到C2206的標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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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C2205的標距柱 是C2206的標距柱 但是它的路段又要上斜 又要下斜 都消耗了很多體力 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到九龍坑山 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到九龍坑山 那麼卡巴就繼續沿著這條斜路上去 然後來到C2204的標距柱 摺著又來到C2204的標距柱 接著又來到這個主要的分岔路口位 如果大家沿著右邊走 可以到九龍坑山 是屬於惠益順敬 而琪巴他們會繼續沿著流水向郊遊境行 不過最後他們都沒有完成整條流水向郊遊境 而是選擇了沿河鬥方向下山 來到C2203的標渠柱 路房跟之前的不一樣 這個位置比較多浮沙碎石 但也不算很崎嶇或很難走 去到這個位置屬於惠益順敬的W109標渠柱 現在就靠右邊的小路落山 又去到另一個分岔爐口的位置 然後轉右邊向鶴鬥水塘方向下山 歪歪 走錯路呀 回頭回頭 剛剛就由流水向郊遊境走過來 現在就沿著鶴鬥水塘方向下山 歪歪終於忍不住要跑一下 因為今天的路段實在太好走 來到W110的標渠柱 來到W110的標渠柱 這次的路段絕對是非常適合行山的初學者 在這個位置欣賞到這麼漂亮的山景 真是不枉此行 歪歪終於看到她最愛的樓梯級了 一枝墊地標渠了下去 去到W111的標渠柱 過了W111的標渠柱之後 沿路下去大多數都是頭梯級 去到這個分岔路口位的位置 記住轉左邊走 沿著這條樓梯級下來之後 就繼續沿著鶴鬥水塘方向走 來到鶴鬥水塘 沿著這條樓梯級下去 就可以近距離感恩賞鶴鬥水塘 剛剛沿著這條樓梯級下來 旁邊這裏就是鶴鬥水塘 現在就離開鶴鬥水塘 沿著這條車路去鶴鬥小巴站 沿著車路走除了要注意路面的安全之外 就應該沒什麼特別 最後就來到鶴鬥營地 也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鶴鬥營地也暫停了開放 如果喜歡我們今次條影片的 記住給個like支持下我們 又或者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因為你們的喜歡和支持 亦都是我們繼續開心share的原動力 如果想以最快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記住訂閱我們的channel啦